哈喽,我是蓝蜜蜜 今天呢,来补一下我们4月份没有说的爱用品分享 4月份的爱用品分享呢,一样也是很小 但是呢,非常的精彩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最喜欢用的姨妈筋呢 是乐尔雅的花王底下的那个乐尔雅 然后直到我前一段时间刷了去年的cosme大伤 然后我发现素肌 其实才是一支的cosme上面的 然后呢,我就买回来一试 姐妹们,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素肌的这个姨妈筋 一直都跟大家讲姨妈筋我比较想用短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用长的我会很放心它 然后我可能六个小时都会懒得去换一次 因为我觉得它还能兜得住 所以呢,我就喜欢买这种小的 我知道它快要兜不住的时候,我就应该去换一个 也就是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三四个小时左右就会去换一个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二十三厘米的 我最喜欢的长度基本上就是二十二点五 二十三这个样子 它非常厉害的一点 是在它真的很舒服同时 它不会挪动 而且它很能吸 就算有些时候忙忘记了 而且因为疫情嘛 不是每个地方它都会开门让你去用它的厕所的 然后万一刚好在外面 就会可能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没有办法才能去换一个 它也能够把它hold的很好 最近用它的这一次啊 是我以前的姨妈在白天也没有姨妈沾到我的小壳裤上 全都是在这个姨妈精 姨妈精一丝小壳裤是干净的 好,我喜欢这种感觉 每天晚上我洗小壳裤的时候就想睡着就洗掉 我不想要睡在那泡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要洗两条小壳裤 我觉得很麻烦 那我为什么明明昨天每天洗一条 一天都不累 然后我为什么非要昨天没洗酒今天堆着两条 就很麻烦 就用它的时候它完全沾不到我的小壳裤上 而且它超级舒服 很舒适的那个感觉 没有闷闷的 它就是姨妈精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它这样子制作就是会闷一点 可是呢这个就是没有那么的闷 完全OK 冲一波 好吗?再来 如果你的头发比较容易油 然后呢 你又很烦 你用各种各样的洗发水 它都不太搓泡 非常的适合你 那因为我自己的头发是属于 昨天晚上洗完第二天早上 可能就会有点油的那种状况 所以我真的很烦 直到又遇到了这个 我前一天晚上洗第二天早上 还是可以看的 用这个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而且 我们一定要搭配什么使用呢 搭配这种头发的按摩书 这个东西呢 我买的时候啊 我看着这个是 不是有个这个东西吗 我以为是这么放的 no 反过来 是这样子才是对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 用了半个多月才发现 原来是一个反着这样子加的 你就拿这个 一小坨 很少的一坨 大概就是一个硬币 这么多 这么多 然后呢会把它分成四份 这么多把它分成四份 一份呢放在中间一点 一份呢放在侧边这里 再来一份放在这边 然后再来稍微多的那一份呢 放在最后后脑勺这个地方 然后我不充 湿头发 然后放完这个海盐 你就直接用这个来梳 它很能 很能起泡抹的 不用担心 你不当时即刻抹开 或怎么样 不用担心你直接拿这种 头皮的这个按摩刷 直接开始刷 就这样往后梳 一点一点的往后梳 我是顺着的 我是这样子顺着的 然后一定要梳到后脑勺 你不用梳到发尾没有关系的 因为发尾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贴着头皮 它没有那么太容易脏的 刮完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清醒 你可能刮个三分钟左右 你就不要立刻冲 你就把你的发尾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泡沫 因为这个海盐啊很能起泡沫的 你就可以把发尾再梳到上面去 然后呢你在这里把那些泡沫混一混 和这些地方混一混 混一混 稍微挫一下你就可以洗掉了 这个时候你的头皮是绝对干净的 然后你的头皮这些地方的头发也是绝对干净的 大家要多注重一下这个头皮上面的护理 但这个呢不要每次洗头发都用它 就可能一个星期用一到两次就够了 讲完头发的护理 我们来谈一聊一聊身上的护理 这位Avino家的身体主我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 他们家的那个燕麦的那一个 燕麦那个我说过无数次了 如果你是肌皮肤或者是如果你是比较干的皮肤 买Avino没有错误的 它唯一唯一你可能可以吐槽的点吧 可以吐槽 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拿它吐槽一下的话 那个点呢就在于它可能味道没有很香 不会是那种女孩子很喜欢的味道 它就是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那种味道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换一个想有一点点味道的话 买薰衣草 它呢就是没有燕麦的那个那么的厚重 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太厚重的话 你可以脱而求其次试下这个薰衣草的 这薰衣草真的可以姐妹们 我这里就盖子上它剩着点了里面已经挤不出来了 我真的这样给大家看 看你这样子抹开 它非常非常地快就吸收了 你看 而且它的薰衣草味很淡 有些人可能觉得薰衣草有点臭 会觉得薰衣草味有点味太重 但这个就不会 它非常放淡 你要做很近 你才会闻到那个薰衣草的味道 比较的薄透一点 它很快就吸收了 也不会有什么颜色啊什么的 摸着的话呢 就是保湿的感觉 它不会很黏 而且他们家Avino是孕妇都可以用的 所以放心 蛮健康的 然后再来谈一谈我们的彩妆 上一次开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认真的看啊 可是如果你看到最后 你会发现你会被种草两支宝藏口红 一支那是Pemmograph的Flash 6 就是我嘴巴上线的这一支 另外一支呢 就是Real Beauty的Fearless 在发那期视频之前我并不知道Fearless是本来就比较有一点点火花的 Fearless原来这么的好看 因为它的包装啊 真的就很深啦 深啦 就是太深了一点 它明明没有很深的 就在嘴巴上其实也刚刚好 真的非常漂亮 是一个很轻松的 让你的妆变高级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Flash 6呢 又是一个质地 非常高级 非常颜色的 调得绝美的这种镜面唇釉 就是这种镜面唇釉有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它很容易就掉了 你随便讲讲句话 它就没有我刚刚涂上去那么那么那么镜面了 不能关系它就是这种 就现在这个阶段来看 镜面主要没有办法做到说 五小时前涂和五小时以后都是同样的样子 可能过两年就会有这样子的唇釉呢 反正这两个就是绝对可以买的 然后口红这个东西 我现在越来越不建议大家去买正装了 反正咱们也用不完 其实现在大家的包也都是小迷你包 这个就完美啊对吧 最后一个Swift的爱用呢 就是我最近发现的小宝贝 Golden Goddess 其实这就是我今天眼睛上用的这个颜色 上次试妆的时候也给大家做过那个上妆的样子 就美就对了 就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棕色 而且它棕的很高级 它的闪也很漂亮 尤其你在就是光比较好的情况下 你就看它在闪 非常非常的细致的同时 它还有就是每一个角度会给你不一样的闪度的感觉 你本来觉得那段有个颗粒的 换一个角度那个颗粒就不见了 再换一个角度 那个颗粒的亮片又出来了 就很绝 现在我都犹豫了 CT的眼影盘到底是应该买Exaggerice 还是应该买Golden Goddess 让我再想一想 让我再想一想 我觉得两盘都是可以买的 让我下次出一个PK 给大家看一下 那以上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次软便便 跟大家推荐的4月份的爱用品分享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的视频 然后想我的个人风格的话 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看微博 跟踪我的个人团团的话 欢迎你关注我的微博 如果你看YouTube方面的话 欢迎你关注我的油管的频道 谢谢 欢迎抖音在这边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等一下 算